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街市看到一些很漂亮的三雷 廣東順德人叫三雷魚 但在北方上海是豉魚 北方人的做法和廣東做法不同 北方人喜歡用金華火腿絲、冬菇絲來清蒸 廣東順德的做法多數是蒜頭豆豉 在冬菜去蒸 雖然我不是順德人,我也是廣東人 所以我就找蒜頭豆豉時汁蒸三雷 三雷魚,因為很大條 吃不到那麼多 他肯買半條給我,我買半條 不用打輪,回來洗乾淨它 抹乾水 但是三雷魚就要小心 它有很多骨 所以吃的時候就要很小心 它肉就很甜很正 不過你吃的時候就要小心 特別有小朋友 它真的有很多骨 我叫它一雙飛 不醃雙飛 湯開它 洗乾淨之後,就抹乾淨補充裏面 這些 盡量刮乾淨它 剛巧這條魚有很多魚鱗 濕直途,你自己喜歡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就這樣 我便打進去蒸 蒸之前,還沒醃它 就灑一點鹽,放進冰箱裡 今天準備一個蒜頭豆豉的醬汁 去蒸魚 有些豆豉浸了水 浸軟了它 有些蒜頭切了蒜蓉 想它好味一點 就可以搓一搓爛爛一點 其實不搓也可以 搓爛一點蒜的豆豉 加上乾蔥 少許紅辣椒 少許糖,調味不要太多 少許鹽 少許胡椒 少許紹興酒 少許紹興酒 生抽 少許生粉 少許蠔油 有些陳皮和果皮 浸了,切絲 放進去 好,完成 待會我們醃魚蒸 準備蒸魚 煮辣 首先,先把醬汁倒進去 先把醬汁倒進去 裏裏外外 包在裏面 搓一搓,搓一搓 把醬汁倒進去 好,煮水 煮滾水 水滾 薄薄 這裏大約蒸 10分鐘左右 應該可以 好了,時間到了 好 然後,放入蔥 芫荽 芫荽 上去 不用我薑 因為有果皮 不需要薑 然後,淋上熱油 另外,我先前準備了少許蒸魚豉油 可以把蒸魚豉油 在碟邊 好 想知道蒸魚豉油 如何煮 可以看另一個影片 我會放連結 在這裏 這個 市桌蒸三泥 就完成了 上桌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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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甚麼 吃吧 或飽